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个机会不散 像这样的一个乐剧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唱得更自然更细腻呢 那么我们首先一定能确定 你唱的每个字都发自于 你自己的控制的前提下 先把它每个点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一定要有个弹力 每个心上 弹开就要放松 弹开在位置上 打开你的状态放松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那没有哪个字我是随意的 然后我们再去表达 其实说白了就是 高层面的说话就行 平常说话更夸张一点而已 其实他就是在说话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个机会不散 好那么这一句的一个灰不散的这个扇子 记住越是低音 我们越要用力地去控制和稳定它的状态 都是肯定的 总有个机会不散 去确定你的每一个字的一个肯定和稳定度 这样唱歌的话 我们唱歌的气质才会提升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唱歌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我很多学员唱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那么缺在什么地方 就缺在我们没有肯定每一句 每一句的细节 像这样的一个乐剧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不是很高 所以说我们唱起来就会很随意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你想想如果在这种状态的前提下 我们用力一点点去压缩的细腻地去流露它 流动起来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你看打开 发 总有个机会不散 对吧 这样的话唱歌它的气质就会很强 那么下一句是一样的 它是跟上一句是对比句 你看都是有肯定的 都是固定的 都是我们有准备的 不要随意 每个心上 太简单了 很随意 那就容易唱歌很垮 所以说我们为了提 我们的唱歌气质是源于这种地方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这最深的思量 稳住它 不要乱思量 不要垮下来 思量 好那么唱完这一句 我再讲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在断句的时候 句子唱完的时候 乐句唱完的时候 很容易把状态垮掉 然后再去找出下一句的状态的时候 你的状态的变化就很突兀 就会出现唱歌状态垮的 比如说状态垮是什么状态呢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状态垮掉了 然后再去跟 总有个记忆回不散 唱完了状态又垮掉了 然后去唱 每个深夜 要去每个又出来了 所以说状态容易起伏 就保持不了唱歌的一个均衡和稳定 其实唱歌更多的细节 也是均衡和稳定 就是你的控制力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保持状态 我的状态还在 总有个机会不散 还有状态继续保持 每个身影某一个地方 每个身影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还需要保持状态 时间万千状态的变换 短剧状态还要再保持住 爱把友情的人分了断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部分的演唱 时间万千的变换 状态保持住 每个字音 弹开 时间万千 还在 看到没 爱的变换 保持住 还在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还在 状态保持住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千尾备备 乘客 城里的月光 外方 尽管 夜方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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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片段 城里的月光 把风照亮 请守护它深含 用力若有一天 能重复 让幸福洒门 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 能重复 让幸福洒门 整个夜晚